4月3日,台湾花莲发生7.2级地震 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在此数名经理向受难台湾同胞致以最诚挚的哀悼和慰问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未来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 地震对于台湾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再这么震下去,甚至更加强烈 是不是连赖清德都要渴望统一回中国大陆了 首先声明,这与政治立场无关 也没有任何政治企图 与两岸人民情感也无关 我们讨论的是渺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微妙变化 大家都知道,台湾作为一个岛屿 位于欧亚板块,绿兵亚板块聚合交汇的枢纽区域 构造环境十分复杂 如果板块相互运动,就会产生一些地震 台湾是全球地震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种地理结构是不可能跟随任何人的意志与能力 或者政治立场而变化的 而同为岛屿国家的日本 同样也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 也是地震高发地区 在1923年,日本发生了8.3级关东大地震 其袭击范围之广 受灾面积之大,死亡人数之多 为日本历史上所罕见 这次地震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日本全国约二十分之一的财富 在这次地震中化为乌有 正后日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一切都晚了 关东大地震促使日本人 对自身生存古土的安全感大大降低 生存的危机感大大增强 他们时刻担心自己所在的岛屿 有一天会整个沉入海底 日本的统治阶级也认识到 无论其现代化程度有多高 都无济于事 因为它所立足的国土是如此脆弱和危险 于是,开土安全的生存空间 成为正后日本各阶层的共识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对面的大陆 当时那里有个雷若可泣的国家中国 1931年,日本经过八年重建 已初步恢复元气 恰逢此时 日本本州和九州等地 连续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 损失惨重 这再次激发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危机感 蠢蠢欲动的日本军部借机向政府施压 并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918事变 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 之后 为了实现其永久占领东北的野心 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在中国东北的移民规模 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管理机构 1933年,日本本州再次发生大地震 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 造成3000人死亡 这又迫使日本加快了对东北的殖民和掠夺 而且日本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华北 1937年,日本境内地震恢复活跃 再度陷入恐慌的日本军方 于是又将侵华提上了日程 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虽然我们说日本侵华的背后有众多的原因 但日本作为一个地震多发的岛国来说 登岸大陆的心理以保自身平安 的确是日本当年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日本的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明白 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及其变化 的确是可以影响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生活在地震高发岛屿上的日本人 对于地震的恐惧 及由此产生逃离的想法也是合理的 只是使用武力侵略 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亿万中国人的痛苦之上 那就太过恶劣了 通过这段历史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台湾 台湾之所以被称为宝岛 并非藏有多少天然矿产宝藏 而是它历经地震 台风的沧桑让人心疼 1999年发生7.3级的921地震 时隔25年再次发生7.2级地震 25年间台湾小地震不断 这种级别和频率的地震造成了恐惧 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不至于让台湾人产生离开台湾的想法 但是地壳活动是不规律的 为于如此特殊地震带上的台湾岛 发生更强强度及更高频次的地震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未来哪天真的持续发生了 台湾人应该都会产生逃离这个充满恐惧岛屿的想法了 这不是诅咒台湾 只是对于未来的可能做合理的分析 台湾朋友千万不要骂我 当然 以台湾的实力无法像当年日本那样 使用武力反攻大陆 到时候无论原本的政治立场是统还是毒 是蓝还是绿 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 面对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恐惧时 大部分想要逃离台湾人首选的移民目的地 无疑会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是离台湾最近的大陆 语言 生活习惯及风俗文化 饮食等各个方面都是最接近台湾的 甚至是几乎一样 台湾人在大陆安居乐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相对大自然地震的恐惧 很多台湾人原本对于大陆老公的恐惧 就是小屋见大屋 不值一提了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两岸自然就统一了 也不再分台湾人大陆人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无论台独理论如何论述 都不再是阻止台湾人移民中国大陆的障碍 赖清德都要高喊祖国统一移民大陆了 这就是人类自以为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大自然面前渺小 不堪一击 我们庶民经理不苛求两岸统一 只求2300万台湾人能平安 敬畏自然 顺势而为 愿上天保佑台湾人 庶民经理开通会员服务了 只要您加入会员 即可体验庶民经理 独家推出的经理搬购服务 为您的生活节省一大笔开支 增添更多便捷与欢乐 详情请进入本频道页面 制定影片了解 快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